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都说赵丽颖不上镜?看到这些没修过的生图,我信了。 一直以来,赵丽颖的粉丝都说赵丽颖是属于极其不上镜的类型, 但实际上在影视剧和电视荧幕之中的赵丽颖就已经足够漂亮了, 因此很多网友都认为赵丽颖的粉丝是在夸大其词。 直到看了赵丽颖的活动现场的未修生图, 网友们才纷纷感叹道,赵丽颖的粉丝真是一点都没有夸张, 她的的确确本人要好看太多了。 赵丽颖之所以线下的生图比影视剧之中好看,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赵丽颖私底下的服装搭配水平和妆容打造技巧要 比影视剧之中的化妆团队水平高超太多了。 因此本身长相普通的女孩子, 一定要学会赵丽颖的妆容和造型打造方式, 保证能让人美出全新的水平。 本期可可就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赵丽颖的妆容和造型打造小秘诀。 首先是赵丽颖的妆容很注重自然感。 现实生活中很多女孩子在打造妆容的时候, 都容易陷入一个误区, 那就是想要通过夸张的妆容来改善自己的面部五官存在的瑕疵。 提升整个人的美貌, 可是从赵丽颖的成功妆容例子可以看出, 这种想法完全是大错特错, 真正优秀的妆容不应当是夸张的, 妆感重的, 而应当是轻薄而又自然的。 如果是想要改变原先厚重妆感的女孩子, 可以从底妆入手, 再一步步地去进行改善。 底妆要尽量选择一推开的, 水状的粉底液, 色号比自身的肤色略微白皙一个色号即可, 不需要刻意地去追求白皙的皮肤, 尤其是本身肤色就偏黄偏黑的女孩子。 可可建议大家最好格外注意的妆前的准备, 很多女孩子的妆容之所以会给人一种粗糙的感觉, 就是因为没有做好前置的准备。 像是黑眼圈, 泪钩, 法令纹等等这种对于人影响非常大的面部瑕疵, 没有完全的遮住, 所以普通的女孩子与其去追求华丽的妆容造型, 倒不如将更多地心思用在底妆前的准备上。 赵丽颖的妆容基本都是以雅光的色彩为主, 几乎不会添加亮色系作为点缀, 甚至连腮红都是存在感极弱的, 这样打造妆容的好处就是通过干净的色彩, 以此来营造出整个妆容的高级氛围感。 尤其是对于赵丽颖这种本身长相比较甜美的女孩子而言, 营造出高级感能够帮助可爱长相的女孩子快速地摆脱原先大众的刻板印象和标签, 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妆容思路。 其次是赵丽颖在影视剧之中的穿搭一般都是属于甜美可爱的类型, 这样的穿搭虽然能够进一步地发挥出赵丽颖长相的优势, 可同样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赵丽颖本身气质之中的高级感。 相比之下,赵丽颖的日常穿搭则要更适合和高级的多。 日常生活中,赵丽颖大多数时间都是穿着设计简单, 但是质感优秀的服装,这类时尚单品也许单独地拎出来看, 并没有很优秀的视觉效果, 但是它们却是最能够帮助衬托穿搭者气质的时尚单品, 无论是在普通的女孩子,只要穿上之后, 都能够给人一种很有气质的感觉。 并且除了穿搭之外,赵丽颖还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小饰品来进一步增加穿搭的质感, 虽然饰品小小的并不起眼, 可是却能够在细节处为穿搭造型增加不少的分数。 都说赵丽颖不上镜。 看到这些没修过的生图, 我信了,她明明私底下比镜头前更好看。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学习赵丽颖的妆容和造型打造方式, 让自己看起来更具自然美。